仔细看过手上一张又一张 来自同班同学的手写卡片 满满祝福跟想念 张小妹跟妈妈从城中城火场 惊险逃生 当时从云梯车上下来时 她的手上只有带着一条棉被 这是妈妈用来包住她 保护她不被浓烟呛伤的 除此之外的所有东西 都留在烧毁家园中 张小妹担心 书包课本都不能用了 学校的家长群组知道后 立刻发起募捐 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新的 书包啊便当盒啊 出院回来以后都可以 马上就可以无缝接轨使用到 光是书包就有两个 还有各式文具全新的课本 满满的都是对她的爱 把新礼物放在张小妹的座位上 同班同学也举起手做看板 上面写着We are family 大家都很希望张小妹 可以快快回来 跟同学一起玩一起上课 我们最希望先帮她找到 就是让她们能够一个安生的地方 暑假才从台中回高雄的母女 为了省钱搬进房租不到 五千的城中城 住进去就发现有问题 本来母女约好 一月租约到期就搬家 没想到先碰上这场恐怖火警 现在校方跟家长们 竭尽全力要帮母女俩 找个安全的家 让历劫重申的她们 不用再担心害怕 三选图永全股不先高雄报导 好 好